答案是要 大家好,我是Taylor 要不要读研究所一直都是个热门的话题 问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 似乎没有个正确的答案 不过依据科系性质的不同 部分科系先天就具有读研究所的优势 今天就要来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理工背景的你应该读研究所 老样子,在开始前帮我订阅按赞 并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让我们一起学程式,长知识 那先让我定义一下什么是理工科系 只要你的科系是以数学为基础的科系 都可以算是理工科系 包含但不限于电机啦,资工啦,还有机械等等 这些科系大量用到数理逻辑知识 也会学到许多的电脑科学 所以如果你的课表当中有包含这些项目 那么你就要好好看今天的影片了 不过不是的朋友也没关系 因为还是可以帮助你更加清楚自己的目标哦 OK首先,读研究所可以让你跨领域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读到一半才发现 哦,我不喜欢这个科系 于是就出去找其他类型的工作了 那这其实等于你直接拿高中的能力去找工作 因为这些工作并不需要你大学所学 然而读研究所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 你可以选择你有兴趣的科系 这也不只是仅限于理工科系 只是理工人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读软体的常常发现 做电机、做硬体的在台湾比较吃香 读硬体的觉得做软体比较好玩等等 而读研究所就有机会让你重新洗牌 特别在资讯的领域 转换的门槛真的比较低 因为电脑科学的概念是非常一致的 只是看你从什么面向去理解它而已 读数理的研究算法与准则 读资讯的研究软体与应用 读电子的研究硬体和控制 这些面向实际上密不可分 互相重叠 第二、技术的专业度 大学和研究所最大的差异在于 后者被认为具有独立研发新技术的能力 虽然那是刻板印象啦 不过光是这样 就足够让你在面试的时候拥有更多筹码 并且更有机会进入R&D的团队 也就是研发部门 有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 R&D工程师真的是被老板捧在手掌心上的那种 的确 研究所的随便一堂课 都要同学自己实作出一个系统 或者解决一个未知的问题 这样的训练能够让你在职场上 成为少数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最后 科学到现在仍然不断的在进步 这点是我个人认为 理工人最好念一家研究所的原因 因为在深入研究以前 我们不会晓得 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进度了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还没有的东西 可能在国外早就有人在做实验 同时你也可以扩充自己的商业观 想想看说如何把这些技术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当中 所以不论你正准备考研或你已经在读研究所了 只要环境学科 Taylor都鼓励你不断的向上学习 这样对你的未来是最有帮助的 有一天 有位毕业生来找工作 老板一脸疑惑的问他说 为什么你读这么高的学历 要来应征所降学徒呢 哦 因为我读研究所啊 咱们如何请考虑